今天出来买东西 比较咸一点 又逛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经常要路过这里 这个是老窝人种的汉稻 去年是种在那一边 今年种在这边 他们这个就是这样种下去 就不管 然后大的大 小的小 现在这里有路 走进去看一个 它这个是几根竹竿 主要是拦一下牛 怕牛跑进去 人的话是拦不住 抽一根出来 装进去看一看 它这里面还种了这些什么树 看不懂 还种了香蕉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看一看 这个就是老窝人种的稻谷的汉稻 这个边上的好像是香茅草 对这些是香茅草 这里面这些才是稻谷 老窝人种这些水稻 真的真的很佛系 就是这样种下去就不管了 到时候能收多少就收多少 去年那边那一片的话 今年是改成种 那个木薯的 这边这边的一片就是香蕉地 这个是不同一家人的 边上用铁丝碗囊起来 听说就是像这一种汉稻 种出来的这个大米就口感很好 比较好吃 他们老窝当地人的话 也是喜欢吃这样的这个汉稻 哇还挺宽的 就看过去像一片草原一样 这些是种了什么东西 好像是种了橡胶 很宽的 很宽的 还挺大一片的 里面都是 就不走进去了 就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这样种的稀稀拉拉的 就进来走着一圈 还挺大面积的 这里进去很远都还有 就不走进去的 基本上 看一看就可以了 大同小异的 就是老窝像这样的汉道 还是很多的 就是看着种下去 肥料也不撒 然后草也不除 就是种完了 然后就是 水的话就是 有下雨就下一点 没下雨就是那样雨 干旱在那里 就等它 涨出那个 稻税 到时候能收多少就多少 反正一直都是有听说 像这一种汉道 种出来的 很好吃 但是我们市场上买的话 好像很难买到这一种汉道 这个只能是等他们收货的时候 再过来收购 尝一尝 好像现在国内的话 也是有人在卖这种 老窝的这些大米什么的 如果说像找到这些汉道的 那些米应该是很好吃的 这个是在我出来的路边 到时候看一看 他们什么时候收割 等成熟的 再过来参观参观 如果说朋友们想吃这个大米 可以说 到时候我问一问看看一公斤多少钱 想办法寄一点 去给大家尝一尝 好了 那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不跟大家多聊了 我还要出去买东西 下期再见 拜拜